疫苗是目前最有效防疫工具 但是要达到群体免疫效果 就必须要有七成人口接种疫苗 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长凯里今天表示 根据五国签署的两份疫苗供应协议 足以让三成人口接种疫苗 至于其余四成人口的疫苗剂量 政府还在和其他国际制药公司协商 凯里也透露 美国辉瑞公司保证今年所面对的疫苗供应链问题 不会影响我国明年到手的千万剂疫苗 就在全球多国争相抢购及接种新冠疫苗之际 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长海里 今天在下议院问答环节中透露 根据新冠肺炎的全国免疫计划 目标是让总人口的七成民众接种疫苗 才能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 截至目前 政府上个月签署了两项疫苗供应协议 第一项是由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新冠肺炎疫苗 获取平台COVAX的协议 让我国一成人口获取这批病毒克星 第二项则是与美国制药公司 辉瑞的初步协议 以便在明年取得1280万剂疫苗 给国内两成人口或640万人 凯利也强调 政府绝对不会对疫苗的安全及药效妥协 因此所有新冠疫苗必须得到 卫生部国家药物管理局的注册和承认 才会正式采用 虽然疫苗即将到手 但根据路透社热前报道 辉瑞疫苗的供应链面对挑战 被迫大幅下调今年的剂量生产目标 公正党班底谷区国会议员法米 对此就感到担忧 询问政府的对策 我尽管了 感谢观看 为了30亿令吉购买疫苗 政府可能要承担 例如运输和储藏的额外开销 但各家公司的协议不尽相同 例如辉瑞公司就会承担运输费